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导致了台中桃竹苗 多达75万多用户 没有办法收看民事新闻 等于是沦为二等公民 民事深感抱歉 但是也质疑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就是幕后黑手 进行政治干预 民事表达强烈的质疑 与遗憾 24小时不打烊 陪伴每个观众 分秒掌握天下事 深入独到 不管软体硬体 民事新闻努力走在最尖端 就为了提供 月听众最好最快的新闻 但现在全台75万用户 却突然看不到 民事新闻台 台中苗里新主及南桃园 四线市多数用户画面变成 无法提供讯号 相较其他正舱播出的地区 俨然沦为二等公民 民事也发声明说 因为TBC所属的 群建南桃园北市信河 以及吉原 等五家第四台 皆隶属于鸿海集团 郭台铭董事长 已经开始对台湾媒体 进行实质干预 台湾宽民公司去年初 由郭台铭入主之后 取得国内第三大MSO经营管理权 但NCC审议当时 有委员特别提出意见书 这出投资人明明具 中华民国国籍 却以海外设公司方式 间接投资管理台湾有限电视系统 而且鸿海在中国投资 事业庞大 亦受中国官方控制 影响其经营之媒体立场 对我国的媒体环境 言论自由以及国家安全 恐有不利影响 还表示过去十余年 民事新闻每月收取之授权费 仅占个系统台向优户所 收约费不到千分之二 甚至远不及三例新闻的十分之一 但台湾宽平从一月起 突然拒绝支付授权费用 如今还断讯 民事在台湾的这个收视 民众的一个看法 当然是一个本土的一个电视台 那它在代表这个一些 台湾本土的一些声音上面 是比较 比较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很不乐见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民事1996年开台 也是全台第一家由民事集资成立的电视台 突破老三台垄断开播 为的就是让台湾人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全球新闻自由日嘛 刚才您也提到 那这个国际无疆界新闻组织 发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提到两个十三 第一个 现在全球的新闻自由 是过去十三年最低的 第二个 全球 我昨天节目谈到 今年元旦的统计 全球人口已经达到76亿人 那么这个报告说 只有百分之三的人 百分之十三的人 才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 是两个十三 一个降到十三年来最低新闻自由 第二个 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 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 那么降到百分之十三 这么最低 过去十三年最低 是不是包括台湾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民事新闻台 被断播事件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剥夺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一个事件 无论是台湾的执政党 还是民众 应该非常重视的 你像美国这个国家 在建国先贤 一开始建立的 二百多年前 就重视到必须保护这个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所以美国最重要是宪法 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调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而且特别强调 美国过去的二百多年 特别强调的 不可以事先剥夺人民知情权 也就是你报纸 电视都不可以事先 不允许报纸出版 不可以电视就下架了 不让人看到 说美国对新闻 那才不采取惩罚措施呢 如果真的犯错 都是事后追究 事后追究 诽谤案 泄密案 这么两大案子 而这两个案子 美国最高法院都定了 严厉的法律 像台湾总统马英九 告周一扣 媒体人能够胜诉 这在美国是完全不可想象 完全不能发声的 所以无论是诽谤案 泄密案 美国最高法院都有 非常非常严厉的标准 导致一般人 想窒息媒体 制约媒体 不让媒体发出声音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的话 只是事后惩罚 即使有泄密案 诽谤案 绝不可以事先 不允许一张报纸 一篇报道 刊登出来 绝不会是事先允许 一个电视节目被下架 不允许一个政论节目 一个评论 一个言论 跟大家见面 跟读者见面 跟观众见面 现在这个事件 等于事先就封锁了吗 等像一个超级市场 事先我就不让你这个牛奶 不要你这个方便面 不要你一种产品进入这个便利店了 进入超级市场 不要你上架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 那在郭台铭领导的公司 那人就质疑了 郭台铭是个什么人 那今天为什么这样对民事采取这个措施 是是个真正商业行为吗 我严重的质疑 很可能共产党国台办交代郭台铭 来打击民事 打击政经看民事 打击郭北红 因为什么 最近共产党太痛恨这个郭北红了 太痛恨彭文正了 不仅这个民事多年了 二十年前创办之前 那个创办人蔡统荣就提出来 我们民事的最高宗旨 不是要赚钱 而是要宣传本土意识 培养台湾人的本土相念 乡土观念 而且要抵抗中共 并吞台湾 是这么一个宗旨的 保卫台湾的 强调本土化 民主化 真实化的 说这样一个宗旨 尤其郭北红担任董事长之后 民事更加实践当年创办人这个宗旨 尤其是最近过去这个 二月二十八号 过去两个月以来 民事在做什么 民事董事长的发起一个喜乐岛联盟 联盟是主张什么 叫独立公投 正名入联 这八个字 共产党最痛恨 国民党对恐惧 甚至民进党高层也不喜欢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郭台铭要配合共产党 或者共产党只是郭台铭 这个时候打压民事 打压政经看民事这个节目 尤其是现在 这个喜乐岛联盟成立之后 我在这节目几时强调了 从来没有台湾一个独立派的组织 遭到了中共政权 这样一个强烈的反弹 中共中央电视台 CCTV 两次做专门的节目 围剿批判 喜乐岛联盟 然后中国最大的英文报纸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 发表文章 批判喜乐岛联盟 然后中国最大的喉舌之一 环球时报 刊登文章 围剿 诋毁 喜乐岛联盟 然后中国国家的 国台办的 这个发言人 马小光 公开的在记者会上 诋毁 批判 嘲笑 喜乐岛联盟 那这些行为 什么行为 不恐惧吗 那恐惧没有办法 这个民事不是国民党的 更不是共产党可以收买的 它是三万多台湾人 小股东集资的 你能买那三万多人很困难 去年这个四月份 打了一场战役了 结果那些国民党 背后什么红色力量 什么力量都败了 台湾人自己胜利了 保住了民事 三万多小股东 绝大部分支持 本土电视台 绝大部分支持民事 发出台湾人 自己的声音 台湾学堂的声音 台湾人自己 真正的历史 正经看民事的 讲真话的声音 所以这个共产党 没有办法 那是不是用 其他的办法呀 那为什么现在 共产党换了 国台办主任 刘洁一之后 为什么国民党的 这个要员 纷纷去北京 跟刘洁一见面呢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共产党 通过国民党 来 来找这个郭台铭啊 让郭台铭 有着这么一个 小小的权力 来打压民事 使他下架呀 那郭台铭 是不是在配合呀 大家知道郭台铭 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商人 我用臭名昭著 郭台铭 你有种到美国来告我 你非常臭名昭著 那郭台铭 是不是在配合呀 大家知道郭台铭 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商人 我用臭名昭著 郭台铭 你有种到美国来告我 你非常臭名昭著 为什么 你那个富士康公司 创造了全世界 臭名昭著的记录啊 你那个富士康公司 连续12个人 连续跳楼 全世界人类 2000年 8000年历史 有过吗 连什么被马克思 什么歪曲的 什么资本主义 早期阶段 也没有连续一个公司 12个人 连续 连跳 12个人 连续自杀呀 那最后还有 第13个人 割腕自杀未遂呀 最后还有 还有其他人在跳楼啊 连续就12个人呢 那发生什么事情 最后的调查结果 网民也调查 分析家也分析 中国官方媒体的 分析家都分析 认为你的富士康 苛扣工人嘛 工作时间太长嘛 过劳死嘛 恨可宁可自杀也不活了 不在你的公司工作了嘛 这么严重嘛 而且你给的吸水又低嘛 是你管理层粗暴嘛 导致这些问题嘛 所以富士康公司 臭名昭著 他的领导人 这个郭台铭 臭名昭著 不仅臭名昭著 郭台铭太懒了 一直支持国民党啊 本来你一个商人的话 你应该强调经商啊 你现在到处支持国民党 连胜文竞选 郭台铭就是 亲自上街游行啊 亲自上台讲话呀 支持连胜文啊 而且郭台铭让他妈妈 母亲给了连胜文 没有利息 没有什么担保 就给了4500万呢 给了国民党啊 助选呢 等于公开的支持泛蓝呢 而且郭台铭上台讲话 我还记得那场面呢 在连胜文助选大会上 上来就说 你看我穿得够不够蓝 等于告诉大家嘛 你看我郭台铭够不够蓝 不是就这样吗 够不够国民党 够不够意识形态 够不够政治狂热 够不够政治疯狂 有这样商人吗 说今天呢 那现在国民党 期待2020年 还要期待郭台铭选总统呢 已经有人支持他了 那个郭博孙 国民党那个军头的儿子 那个郭龙斌 公开发表讲话啊 2020年 可以支持这个郭台铭选总统啊 是这样一个架势吗 那今天 发生这个民事被下架 直接跟郭台铭 这个公司 有直接的关系啊 郭台铭 你是个台湾人啊 你在台湾出生啊 1950年 你出生在新北市板桥啊 应该在台湾出生 应该热爱这片土地啊 没有这片土地 你不是台湾人 共产党会重视你吗 在共产党手下 你会是什么呢 你不像那个 那个逃亡上任郭文贵说的 变成他一个 做台小姐了吗 共产党变成一个老板 叫你做什么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 你台湾现在 正容易走了 自己台湾有了民主了 不保护台湾的民主 不保护台湾民主的底座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你在做什么呢 而且如果你自己 要成立一个台湾宽频 你为什么在境外成立公司啊 在新加坡成立公司 在通过其他公司 绕了一圈 最后你主宰台湾 一个台湾宽频 那你为什么绕他外国呀 那么大家就质疑了 如果这个事情 文正发生在美国 绝不被允许的 美国的一个什么 美国宽频 在外国成立公司 来主宰台 美国自己内部的 福克斯啊 CNN那整整电视台 美国国家绝对会干预的 不管是民主党 共和党都会干预 绝不允许的 而且如果在美国 发射一个电视台 被下架了 一个报纸被欺负了 言论自由被窒息了 美国的 华尔街日报的 保守派的报纸 美国纽约时报 左派的报纸 不分左右 都会捍卫我们 共同的 新闻自由这个底线 那台湾我们就看看了 看看三立啊 看看其他电视台啊 有没有新闻自由 这个共同的 同业的意识啊 现在台湾是不是 蓝绿压倒了同业啊 是不是背后还 兴高采烈啊 要知道 可以打掉民事 不仅经济上有好处 甚至可以让国民党高兴啊 共产党高兴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严肃的问题 今天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的社会 尤其民进党完全执政了 有了公权力了 那NCC要不要处理啊 应该马上处理嘛 包括现在郑文财 林家龙 恕我直言 你们两位民选市长 说的话都软绵绵的 应该说立刻要求恢复啊 恢复七十万台湾人民 看政经 看民事 这个权力 恢复七十万台湾人民 看民事的这个知情权呢 怎么可以呢 可以事先可以下架呢 什么什么条约 可以谈判吗 谈判期间没有达成协议 就不可以下架 下架就是扼杀言论自由 就是扼杀人的新闻自由 这是不可容忍的 今天我们看的不看 我们不寄托郭台铭 郭台铭很可能是共产党的打手啊 很可能被共产党收买啊 我们深深的质疑啊 我们现在期望是NCC啊 民党政府啊 包括绿营的立法委员的立法院 要不要提案 一个紧急提案的 捍卫的不仅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民事 捍卫的是我们台湾最宝贵的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和民事宣扬的台湾的本土意识 台湾的理念 如果台湾保不住了 新闻自由保不住了 那台湾就沦陷了 不用共产党什么打台湾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深深质疑 尤其刚才主持人静玉特别提到嘛 中国提出一个2025计划 什么计划 就是美国现在贸易代表团 现在在北京谈判的嘛 中国要投资3000亿美元 支持那个国营企业 到美国不公平的竞争 这3000亿美元 是不是也给了一部分给郭台铭啊 让郭台铭把这个民事下架啊 打击喜乐岛联盟啊 打击他们所认为痛恨的 所谓台独势力啊 什么叫台独啊 台湾人又选择自己国家名字的权利啊 说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这个事情要特别重视的 最重要我觉得永明 不仅你永明你现在在这里讲 你应该是马上在立法院一个紧急提案的 要看看绿营的74名立法委员什么态度 对言论自由什么态度 对新闻自由什么态度 对保卫台湾本土什么态度 这才是一个关键和必要的采取的步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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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